大家好 歡迎收看 今天的節目 禮拜二前天台股大漲200多點 即將過前高 你會看到市場上 大家一萬分告訴你 這個盤馬上要再創新高 可能會告訴你 馬上要扶搖直上 挑戰1萬8等等 很多這樣的言論出來 我禮拜二提醒你 這盤可能要開始整理 可能要開始震盪 果不其然這兩天的盤勢 盤中是不是下壓了 比如說昨天跌了151點 今天又跌了81點 開始震盪 開始整理 震盪整理是一件好事情 震盪整理是為了讓你知道 什麼強勢肌股還可以上車 你懂嗎 這盤17463怎麼會是高點 絕對不會是高點 只是說要過高之前 你給拉回震盪洗盤 那是你再度切入強勢肌股 很好的時機 看到未來行情會怎麼走 慶老師總是喜歡跟你講在前面 你當然會印證在後面 事前的分析 就是希望你做好準備動作 這一檔陽崎工程 賺超過股本的 長線大底 趁跌低接 連續兩根黑街棒 跌到271 有沒有告訴你要低接 低接的策略是低風險 有沒有要低接的策略 沒有高額報酬率 從27漲到316 5天48塊錢 它的基本面分析過N變了 所以漲了48塊錢的一個 陽機工程 它有那麼容易結束嗎 當大行情人到來同時 一檔股票如果可以賺5成 我就不會帶你賺5%就跑掉 所以整個陽機工程 漲到316之後的黑街棒 上禮拜我跌到305 買在低檔271 不怕震 不怕息 到這禮拜三 303.5 依然看好 依然看好 昨天的分析 對不對 怕不怕 昨天大環跌100多點 我依然看好它的走勢 今天陽機工程 馬上跳空 323再創破斷新高 我的結論還是沒有賣 因為它股價 我認為底部打得那麼漂亮 它可能漲了50幾塊錢 就結束嗎 我認為是不太可能 那麼輕易結束一檔 竟好是所佈見的價錢投資 給你個股的一個破斷行情 所以今天再創新高 賺波段要給我時間 好不好 你想賺大的 你就好跟 這一檔創為TypeC的 蘋果概領股票 連三黑108低階 11月6號 108.5 長線看好TypeC 好不好 所以108附近都可以買 11月4號最低109 長線持續看好 長線看好 一定是大波段的操作 不然我就告訴你做價差 是不是 為什麼 從上個月到這個月 我一再跟你講 長線看好 要會低階創圍 這不是三言兩語 這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一個多月的一個創圍 都說長線看好 108附近都可以買 上禮拜二一樣告訴你 蘋果從今年度開始改用TypeC的一個接頭 每年至少兩億台的一個商機 所帶給相關個股TypeC的一個 轉換接頭的一個產能 兩千跟兩億顆起跳 這固定的 蘋果的銷售量 差也不會差到哪邊去 因為蘋果果粉太多了 太多人支持它的一個用量 所以今年度是TypeC的一個起步的雲年 所以長線看好 要會低階 你如果不會做價差 當然是要會低階 做波段 所以整個一個創圍 上個禮拜三來到121.5創新高 創新高之後回黨 要會低階 你如果不會高出至少要會低階 而且不要犯了追高殺低的一個毛病 所以上禮拜五回到113.5 還是低階 不是殺低 不是嗎 這樣的分析夠不夠透明 所以你是我的會員 創委你會被洗掉嗎 長線保護短線 短線的一個修正 你怎麼操作 我怎麼看 不殺低要低階 上禮拜五的分析 接下來禮拜來到124.5 再創新高 昨天禮拜三 129 長線基本面的實力 對108附近很老買 昨天129 給你長線一個波段架構 難道沒有展示在你面前嗎 從這個連三黑 沿路的逢低成接之後 沒有一天漲停板 但是他每天往上墊高的格局 你有沒有辦法賺到完美的波段 那就是一門專業的實力 所以整個創委的一個架構 今天133.5 我還留著 我還留著 今天開高走低 今天很多黨IC設計股票 是一樣重挫 有些IC設計它會重挫 是因為它漲太多 而且它基本面不怎麼樣 那些投機性的個股 我講過 我不會去碰 我不會去碰 價值行投資本節目 呈現的一個內容 黨黨都符合巴菲特的選股邏輯 這個選股的方向 我永遠不會改變 你去看一下巴菲特的名言 價值行投資 是走向成功的唯一機會 我的節目沒有投機個股 更不可能是 那些財報有疑慮的地雷股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所以創委今天受到其他 投機性的一個IC設計股 回黨 這種做影響 他今天跟著回 今天一定有賣壓 創高怎麼不會有賣壓 賣壓的一個架構 尾盤一樣收平盤 所以需要急著賣嗎 宏康 半導體設備的 8月份賣323 78塊錢落袋 經過快三個月 五波的修正 打底完向上230接回 怎麼高檔賣的 怎麼低檔接回的 這你都看得很清楚嗎 所以整個宏康 買完之後一度亮燈 禮拜禮拜二回檔 整理 禮拜二23 2.5 股價又不動了 我說這一根紅K棒就叫支撐 他只要守住還會推升 所以當禮拜二 禮拜一禮拜二開始震 開始洗 你買在230的 禮拜二是說232 我告訴你還會推升 你會被賣掉嗎 秦老師是怎麼幫助會員的 盤中憑你看盤幫你盯盤 當然有它的一個價值 所以講完之後禮拜三 昨天拉出紅K棒250 今天它又震了 今天它又是黑K棒了 現在怎麼樣 持續看漲 大漲小回的格局 離我之前的賣點差了100塊錢 現在不過推升了幾十塊錢 我認為是還沒有漲完 紅塑 台積電供應鏈 COAX的概念股票 賺超過2個股本 股價回檔 底部形成 在11月16日 當它黑K棒打到488 支撐 趁跌布局 送分體 強勢波動的一個架構 不管是大盤還是個股 回檔看什麼 看支撐 不要預設任何立場 不要預設任何的壓力 所以這根黑K棒打到這個位置 不是支撐嗎 488 趁跌布局 所以再度的提醒 即將成為我新會員的觀眾 如果你明天或是今天 開始參加我龍家軍的行列 記住 當明天有一檔個股 回檔修正 跌的時候我通知你買 要敢跟我低接 這是我的一個操盤風格 一檔這樣股票 既然會漲 跌的時候我一定帶會員買 488 你敢不敢買 買完之後 連動三天 來到523 這樣子35塊錢 這個位置是跌 488可以買 連動三天523 這樣35塊錢 整禮拜三大盤跌106點 它是紅的 沒有什麼跌 今天台股持續性的震盪整理 紅碩漲10塊錢 來到波段新高的526 哪個位置最漂亮 哪個位置最漂亮 11月16日上禮拜四 這兩根的跌 剛好接近支撐要會買 佈局完之後 從488漲到今天526 快40塊錢 從波段新高 台股還沒過高 你認為我選的標的 是不是市場上認同度 相當高的基油股 一套資金怎麼運用 我在第四季初 等於10月份初 我就告訴過你了 市場上目前的資金 會集中在最有效率的個股 最有效率的個股 有一個特性 基本面要市場上認同度高 所以接下來會有報紙上利多消息 所以在利多消息還沒有發布以前 要先買先低階 這樣你買得比較安心 而不是看到利多消息 漲了一段了 你短線高點去湊熱鬧 風險是比較高的 這檔保瑞生技股 前半年就賺兩個股本 保瑞去年度 一整年18塊錢EPS 不到兩個股本 今年度的保瑞 前半年就賺兩個股本 獲利絕對是去年度的 一個倍數成長 我是趁那股價跌掉482塊錢 10月19號最低548 低檔止跌我才開始買 在10月19號之前 你哪天看我分析保瑞說可以承接的 沒有吧 大跌段避開之後 看到止跌信號560可以買 27號575再加碼 進了兩筆單 10月31號漲到649 560到649大概89塊錢 然後開始很像整理 10月16號629 我說買在560的低檔區 加碼在相對的低檔 不怕止你 我不見個股的一個架構 哪一檔不是如此 股價還沒大漲以前 買進加碼 你才有資格爆波段 如果已經漲了一大段 你去追那個高點 你一定想說 短線有賺就跑 因為你會怕 你會刺 你怕會大度回檔修正 你怎麼辦 是不是 所以整個保瑞 上禮拜四 629 從649這一天開始 回吐了20塊錢 就在整理 就在震盪 沒有錯吧 沒有錯吧 但是560 是我代會買進的一個位置 575是我加碼的一個位置 如果算到629 基本單 還有是 69塊錢的一個空間 沒有錯吧 560到629 這樣還賺69 今天的保瑞 紅K棒 646了 86塊錢 要想轉波段 要給我時間 對不對 股票上去震盪整理難免 我佈局的標的不是如此嗎 股票怎麼可能每天去 漲多震盪整理很正常 關鍵就是 第一檔要跟我佈局 跟我卡位 你的一個相對的報酬率 會比較穩定 也比較會有波段的機會 所以對目前行情震盪整理 還不曉得如果選股的 不曉得如果會操作的 你當然可以先加入金老師 你再來 小鼠AI8085 小鼠AI8085 每天給你兩通免費的抗訊 一個是盤中給你的12點半 一個是盤後5點鐘發給你的 這兩通抗訊有什麼價值 盤中12點半收盤錢給你的 這是一個即時解盤的抗訊 下午5點鐘發給你的 這是一個解析未來抗訊 我希望你藉由LINEA提供給你一個資訊 你可以掌握現在 看見未來 歡迎你的加入 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的一個現場 這一檔附頂 當時底部型態80.8 開始帶你操作 隔天11月18號 還有平盤一下讓你買 最低86.7 11月15號 我說還在底部 還在底部 當天88告訴新委員 一樣可以買 所以附頂的建議多單 都在88塊錢以下 接下來當然等賣點 漲上去需要追高嗎 禮拜98.9 禮拜的開高走低 我說底部剛成氣候 它還沒走完 還沒走完 禮拜的開高走低 正常人會想賣 但是我當天還不想賣 講完之後禮拜三昨天 大漲來到波段新高 100了 是不是 今天附頂再創新高 104.5 我賣101 來對視對價一下 9點24分的附頂 101附近先賣 當時候101.5 會員觀眾自己對視對價 不是賣101 就是101.5 一定賣得掉 因為我發完科訊之後 還衝高到104.5 開始震開始席 尾盤掉到97.9 所以相對高點我是懂得賣的 這麼公開的 一檔個股完整的操作 再度的呈現在你面前 創威 AI矽光子的 禮拜二強攻漲停 形態突破 禮拜三 昨天再度亮燈 兩天至少賺幾% 沒有錯吧 今天一個創威 最高59.2 沒辦法過前高 既然沒辦法過高 我今天調解 早盤開高賣壓下來 很快 很快速的就下來 你就知道 前波套牢 賣壓是相當沉重的 開高之後就下來 所以我9.13 通知會員 創威56以上賣 當著在56.1 就賣在56 是不是 怎麼可能賣最高點 最高點59.2 上去馬上就打下來 所以56相對高點賣 賣完之後 尾盤一度灌壓 所以有沒有賣對 你很清楚 盡老師是為代會 賣股票的分析師 另外一檔 前頂 一樣是AI西光子的 禮拜二整理末端 強攻漲停 昨天再漲 我本來預計它會過高 過高我才想賣 但是今天的創威 沒辦法過高 我賣了 前頂今天104最高 也沒辦法過高 昨天高點沒辦法過 所以今天還是要賣 表現不如預期 9點11分的潛頂 沒辦法過高 100附近賣 11分在100.5 你去對價 就賣在100 不賣又殺下來 有沒有賣對 有沒有賣對 股票的操作 一買一賣決定能輸贏 我希望你看我節目 會低買更會高賣 比不一樣一個票 我是待會兒落袋下車 賺錢下車 我不希望你是追高 然後低檔停損下車 這樣不好 這樣真的不好 川普 AI伺服器發軌的 8月份賣在960 回檔修正 11月份713結尾 高檔賣差了200多塊錢 713結尾 物超所值的買點 對不對 買完之後 連工兩根漲停875 5天就162塊錢 預告隔天開高準備賣 11月8日的預告 所以隔天就賣 881那就賣 這樣162塊錢 強勢整理之後 在禮拜二 870我有結尾 結尾之後拉高89 現買現賺很漂亮 今天川普還是要賣 9.09不能川普 870以上就賣 經過一分鐘股價在872 你去對價 今天大概賣在872 賣完之後 盤中殺到849 所以雖然本來應該是要賺錢的 870的買點 895衝上去 早知道那一天做當衝 我也知道 市後講我也知道 當天要當衝 但是事實不是如此 我對個股的一個操作 每天都在追尋 匯能一個持股 它的量價充滿形態的變化 那會關係到一檔股票的買點跟賣點 所以沒有就是沒有 對 市後看當然很簡單 如果我是解盤市後看圖說故事 我就不用那麼辛苦拿出衛林科訊 來跟你對時對價 我就電腦按一按 對 低檔買高檔出 低檔買高檔出 這樣跟黑龍使得就好 是不是 為什麼要那麼辛苦 因為會委員每天鎖定我的節目 都在跟我對時對價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今天的川普 幾乎在成本附近賣 但如果你不賣 盤中殺到849 對 這個位置 賣完之後還拉高到884 不是嗎 平盤以下的872賣 賣完之後還拉高到884 這邊都可以減碼 可以賣 不賣就殺下來 行情的一個表現 如果個股的走勢 不如預期 縱使沒有賣在一個不錯的位置 相對高點還是要賣 我講過這個盤 當然還是多頭架構 它會輪動輪漲 所以今天為什麼順勢 要調節一些個股 當然是為了準備買下一檔 是不是 我如果沒有賣掉這些股票 我怎麼有資金 操作下一檔個股 持股集中化 三檔到五檔的投資組合 不會改變 我不是每天給你不一樣的三檔 一個禮拜十幾檔 一個月好幾十檔 你是怎麼做公平 投資分散 你以為是風險的分散 那叫資金沒辦法集中 那個叫做股票看不到 什麼在亂做 懂嗎 看得懂的 一定會出掉就在進行的 輪動健康的結構 到今天為止沒有改變 所以該怎麼賣股票 你看一下這檔材料KY 第一趟賣1075 第二趟賣985 上禮拜五 兩趟大概賺了180塊錢 上禮拜五賣 上禮拜五賣掉之後 我就告訴你 材料的一個結構 量價的一個表現 我可能不會集回 985賣掉 隔天禮拜 901好便宜 我說過我傾向不集回 今天一個材料KY 剩885 你如果賣點 985差了100塊錢 985的賣出那一通勾訊 如果你買一張價值10萬 如果你買10張價值100萬 而且我賣完之後告訴你 我可能不接回 不接回 當然有資金去買下一檔 不是嗎 公益放大器的一個全新 從3月份的84.2開始買的 8月份的127還在買 10月23號跌到141還在買 對不對 今天的全新 你手跟他的10月印收 今年度新高 而且如同我的預估 年長率80% 越來越好 今天出現天亮突破型態 當然可以買 今天9點42分 買162 買完之後震一震 洗下來 還要往上墊高盤中亮燈 這是我的動作 另外這檔紅捷科 我認為 他也有機會再創高 連續2468天 8天的黑街棒 跌完之後 他轉折向上 10月印收一樣經驗度的新高 年長率超過一倍 160% 我認為他有機會再挑戰前波高 這是我對公益放大器 庫存趨化調整 所帶給你產業結構的未來走向 以及個股的操作 華興科 被動援進了 一樣庫存趨化 EPS 每季是越來越好 禮拜三 昨天趁大盤回檔 我買在E8 收盤120 今天華興科來到123 很簡單的策略 如果有壓回華興科 記得要會買 會不會低接 我只是怕他沒有回檔 讓你喪失的機會 所以 輪動前國的健康格局 每天都有機會 我希望你把握住機會 幸好是每天幫你創造機會 你會看到第四季行情相當量利益 從明天開始 我們一起來對時對價 在這地圖中 稍後